无色皆天虽然不错 但是没有超越三界 就是没有超越六道轮回 无色皆天是好 那个理念几乎等于涅槃 涅槃是不生不灭 它等于涅槃 不是真的涅槃 色皆天人 这家四禅八定 它达到最高境界 八 无色皆天的误会认为那就是涅槃 无色皆天还是有寿命 寿命最长的 八万大截 这个世界是正常 大截 一个大截是我们这个世界一次沉住坏空 可见这个世界无常 沉住坏空一次 这叫一个大截 他误认为这个是不生不灭 他误认为这个是不生不灭的 怎么又有生灭了 这就会毁谤圣贤 圣贤人告诉他 涅槃是不生不灭的 他现在定功失掉了 烦恿 烦恼现行 这个 以为这些圣贤人是欺骗他们 这个念头 对圣贤大不尽 对老师对圣贤大不尽 跟对父母不孝 这个罪孽是同一个等级 最严重的罪孽 人要不孝父母 不尊重圣贤 他的国宝在阿比地 所以你看爬得最高 爬得飞翔飞翔天 跌得也最重 一个根都摘下来 到阿比地去 求人生都得不到 这一桩事情 佛在经典里面 讲得很多 也讲得很清楚 用意特别提醒我们 我们要称佛 我们要求生西方净土 不要求天道 天道到最高的 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二十八成天 不能解决问题 喉宽是越界 一般人生天 绝大多数的 都是生四王天 套地天 为什么呢 情之 欲望没断了 比我们一般人 稍微好一点 淡薄一点 他没断 所以 往上去非常困难 请不吝点赞